每天打开社交软件 不是看今天的确诊人数是多少 就是看今天最新的SOP又是什么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都感觉很高压呢 现在马来西亚的疫情 已经陷入一个无法控制的庞大数额 甚至这个疫情感染率 已经成为东南亚之冠 但是这个冠军 真的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但是你还记得吗 马来西亚也曾经是东南亚的防疫楷模 2020年2月底 大城堡清真4感染群爆发后 国盟政府执行第一次的行动管制令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MCO1.0 停止一切的经济活动 成功在2020年7月份 压平了疫情曲线 创下了零本土感染的记录 当初的这个moment 让多少马来西亚人骄傲 觉得我们打胜仗了 偏偏9月份的沙巴周选 再次将新增病例 从各位数狂飙至四位数 这一飙简直一发不可收拾 天天都有新高 但是谁也没想到 来到今天 马来西亚已经累积了将近50万的确诊病例 我们经历过了MCO1.0 MCO2.0 今天来到了MCO3.0 为什么已经MCO了那么多次 马来西亚还是不能够控制住疫情呢 我们到底是怎样从一个防疫楷模的国家 成为现在疫情如此严重的国家呢 马来西亚为什么会防疫失败 今天我们以三大重点来看 RMCO CMCO EMCO 和现在的FMCO 这么多MCO你搞清楚了吗 在MCO3.0之前 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里 先是宣布雪州的六个县 实施了六州的行管令 期间却遗落了被包围的吉隆坡区域 结果引起大批网民在网上纷纷说道 我家住在Solengor 出门隔一条马路就是KL了 那是能不能出门哦 第二天政府就来安抚大家 哎 烧安无躁 昨天忘了宣布啦 吉隆坡也和雪州一样实行了这个MCO 看来我们的政府其实对于巴胜谷的地理位置 并不是非常熟悉啦 可能Geography还要恶补一下 不只是这样啊 马来西亚MCO不断发生 Ratichanai和悠转事件 对于人民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 原本以为整个巴胜谷要分地区来进行MCO 已经有够乱了 接下来的SOP只能说 没有最乱只有更乱 原本由首相慕尤丁宣布的MCO供车人数啊 只限三人 但是又突然杀出来啊 一个国家安全理事会说啊 私家车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 可以根据汽车的客容量来载人哦 哈喽到底是谁说了算呢 就连宣布官方资讯啊 也是搞得一团糟 首相慕尤丁宣布在6月1日开始实施的 全面封锁Total Lockdown 但是这个全面封锁的SOP 还要等我们的国防部长来宣布啦 他等他宣布 他又等他宣布 到底为什么不能一次过决定好了再来宣布呢 在如此严峻的抗议时刻啊 政府还是可以每隔两三天就做出不同的宣布 这种时而放松时而加强的SOP 使民众非常混淆 民众根本来不及update最新消息 因为往往还有更加新的最新消息 我们的大网红啊Boss Good前首相那集啊 时不时都会来蹭一蹭热度 在推特讽刺MCU3.0的严格程度 就好比蓝门没上锁的入场 只能说啊政府创建SOP的方向是 严但是不完全严 松但不会太松 还记得政府宣布6月1日全面封锁的前几天 各地的超市和巴刹都出现了抢购潮 重现了去年MCU1.0的景象 就算媒体和网民啊都已经呼吁大家 千万不要抢购日常用品 不要为了囤货 而聚集在超市里 避免形成新一波的感染群 但情况还是一样糟糕 总会有人不听话 照样出门抢购 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就算是MCU啊 超市还是会开放给民众出门采购 出门抢购的人 你们到底在怕什么呢 认真想问一问 囤货的人啊 MCU1.0你们囤的Maggie面 现在吃完了吗 除了抢购潮啊 全国封锁倒计时的同时 路上车流量非但没有减少 部分大到甚至还出现了车龙啊 连我们的卫生总监诺西山都忍不住问 这个周末你们是要去哪里呢 在行管令下 全国本来就严禁跨州跨县 在这种高峰时期啊 依然有如此长的车龙 连网民都忍不住吐槽 是想要在封城前逃出城吗 现在这种非常时期啊 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 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 也请你戴上口罩 做好防疫措施 这些防疫SOP啊 我们都已经讲到烂 听到烂了 但是还是有那么一部分的害群之马 没有所谓的防疫意识 一些家长甚至可以把小孩都带出来 却不帮小孩戴上口罩 偶尔也可以看到啊 一些人把口罩戴在鼻子下面 又或者是把口罩当成装饰品 拉到下巴处 有时候啊 真的不完全是政府的错 看一看人民自己也不自律 当SOP有漏洞的时候啊 就会想尽办法去专漏洞 而不是想尽办法去遵守SOP 在新闻上啊 也时不时可以看到 现在还有人在隐瞒确诊病情 连累医护人员 又或者是连累公司员工的事件 屡屡发生 我自己非常认同网上一名医生说的一句话 你若自律何须封尘 你不自律封尘何用 国家疫苗接种计划NIP 早在2021年2月24日开跑 截至现在啊 有部分人民开始不满 认为疫苗接种速度太慢了 一些人早在MASJATRA应用程序 注册了疫苗接种 但是等了有三个多月 依然没有机会可以施打疫苗 不可否认 目前的政府所安排的疫苗接种速度 并不如众人所期盼 特别是现在全国疫情都越来越严重 截至5月20日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以及接受至少一剂疫苗的人数 分别占我国人口的2.6%以及4.2% 以数据上来看 距离马来西亚预计在今年12月 达到全体免疫的目标来看 还是遥不可及 除了疫苗接种速度慢 至今疫苗接种登记率还是不理想的 目前只有43%符合资格的18岁以上人口已经登记 大部分的人还未在MASJATRA应用程序上登记疫苗接种 前阵子第二批阿兹利康AZ疫苗开放登记 引来一阵风抢热潮 原本在第一批阿兹利康疫苗登记时候保持观望态度的民众 这一次也为了保命纷纷自愿注册AZ疫苗 但关于AZ疫苗民众最担心的血栓问题 目前还有部分民众保持观望的态度 即使卫生部已经向民众解释 注册AZ疫苗出现血栓几率是非常低的 100万的立案中只有4起 占了0.0004% 但是就好像网友所调侃的一样 MASJATRA中讲的几率都那么渺小 都还是有人相信 但是打疫苗中血栓的几率那么的确没人相信 我国疫情持续恶化 套一句卫生总监诺西山的警告 现在国内医疗体系已经濒临崩溃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恐怕会上演犹如印度般的惨况 难道我们真的想要等到全民抢氧气筒的那一天 才决定要乖乖待在家里吗 天天升高的死亡人数真的不仅仅只是数字 他们也是别人的亲人 别人的父母 别人的孩子 希望大家可以以身作则 没事的话就别出门 就当做是帮一帮前线人员吧 也是在帮你自己全民抗议 希望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期影片的话 欢迎你按赞分享 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不要忘了打开小铃铛 好让我们下一支影片上载时 你会第一时间接获通知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